我找了你点黑材料 你自己写的文章 你才能在他写的文章里 你才能够感觉到 他是怎样一个性情的人 你想他的这个观点 他反对二次元 能这么说吧 对吧 然后他说 为了卖漫画 不惜把一代青年变成御宅族 为二次元文化推波助澜的不良商家 以及今天还在不断推动 网红经济的投机者 放弃了批判的知识分子 都将是民族的罪人 和文明的罪人 这就是你说的话 然后呢 这个你看 因为他是教孩子们的吧 老师嘛 他说孩子们很欢乐 他们恶搞的片子 剪得很熟练很逗 但是里边没有一秒钟 尝试引人尊重或者深思 时间将被消费 时间被笑声填充 这个世界里没有非洲 中东和印度的苦难 没有祖辈的饥饿 和父辈的贫困与无奈 他们在以清春的名义 尽情的遗忘和拒绝 拒绝严肃 拒绝成长 拒绝重量 拒绝成为男人和女人 他们将放弃故乡 他们将认祖坟荒芜湮灭 用惯了电脑自库的他们 将不再能 也不再愿意分辨 礼器杯和张千杯 喝惯了可乐的舌头 将没有能力辨别 清明前后的龙井 浅薄庸俗的人 将理直气壮的认为 雅致的文明 爱手爱脚 应该pass 二维码将概括 祖宗排位 老鼠将爬上贡锅 老鼠将爬上贡桌 贡锅 对对对 你看教育 这是一个教育工作者 他说 教育已经成为一场 争夺下一代的文化战争 我教书 是担心未来 不再有清明节 是担心老师们的坟墓 将来没人打扫 主要担心自己 将来没人扫坟 你说今天这个 跟刚才讲的 是不是判若两人呢 我先欢迎 说这不是同一个人吗 这不是同一个人吗 我在这里反对 电脑智库嘛 是吧 所以这里面呢 你们俩刚才一说 这也行 那也行 不不不 对 我们说要宽容 就是李气碑有李气碑的美 张谦碑有张谦碑的美 朝前碑有朝前碑 这李气碑大概就是典雅 张谦大概就是雄 朝前大概就是婉约 是吧 那么我们要同时兼容这多种美 那电脑智库的那种 那就是不美 因为它是格式化掉 所有的这种东西 这恰恰就是跟我刚才说的 那个话是完全接在一起 不过那会儿他还年轻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多样性 通常来说是更倾向于美的 细腻通常来说是更倾向于美的 那么可是呢 多样细腻走过头呢 就变成繁琐 变成满雕工的木床 我们回头还是更喜欢 简洁的民事家具 他有一个观点啊 挺值得一谈 他就提出美是启蒙 美不是愉悦 咱们原来觉得 我觉得好看 总是因为让我舒服嘛 那中国人老早讲了 这个扬大为美嘛 就是其实这个也是 我觉得也是偏下的 但是他说的美是启蒙 你给解释解释 艺术哲学跟美学 就经常混在一起 那美学这个词 严格来说应该 逸臣感受学 并不是艺成美学 那么由于艺成的美学 就感觉有一种 叫做美的东西 它像味精一样 它可以调料一样 只要倒一点美进来 这个事情变美 那个事情变美 但其实不是 美是我们的一个体验 我看到这件事情 我感觉到了美 我听到那个声音 我感觉到了美 所以它一定跟和谐有关 跟韵律有关 但是呢 这个体验 慢慢地跟艺术体验 就开始合一了 本来基本上我觉得 就是说我们觉得 什么样的风景美 共性还比较大 但觉得什么样的艺术美 共性就没那么大了 就差别就很大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是在谈美 有时候我们是在谈艺术 有时候我们是在谈艺术 那么我们的艺术经验 其实往往不是舒服的 就是我们其实 我仔细地研究过 就是让大家课堂上 组织学生做工作坊 描述你的艺术经验 有的人说 好像被闹钟叫醒一样 有的人说 好像洗了个澡一样 所以这里面呢 艺术着用你的方式 分层次的 有很猛的 那个叫震撼 有触动 像打你一下的 也有非常轻微的 润物系无声的 熏陶 陶也 就你一张书法挂在那 你从来不会拿一个色灯 打着它 也不会站在前面 认真地看它 但挂它三十年 它那个红衣法 是那个字的气质 渗透进你这个人里面 它那个润物系无声的 不见得比 不见得没那个震撼高级 老想震撼人的 反倒很贱 老想扑到你面前 跟你互动的那种艺术 反而很贱 所以它本身从着用方式上 有轻到重的 很多种档次 你刚开始碰到艺术的时候 感觉往往是怎么可以这样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有人这样画画 怎么会有人这样写实 往往是不舒服的感觉 然后呢 紧接着呢 其实这样也行 还有点意思你接受了 所以开始往往是焦虑 首先它不一样 跟别的东西不一样 有差异 首先是有差异 然后接着你焦虑 不舒服 先焦虑再鱼 对 接着呢 你觉得 哦 原来还可以这样 你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这个时候这种感觉叫什么呢 叫解放感 解放感 你觉得自己以前 被一个套路绑住的 现在松绑了 自由了 解放了 解放感 比解放感再往前一步 就是我那种说 像被闹钟叫醒的感觉 是苏醒感 你觉得自己过去一直在睡觉 此刻被叫醒了 这个被叫醒的感觉 就是我说的启闻 启闻不就是一个人 眼前以前奔这块布 现在把这块布给你掀掉了 唤醒人 你 这个 这个邱老师啊 你不要忘了 他是实验艺术学院的院长 所以呢 我听他的很多这个讲述啊 也帮助我能够理解一点 咱们现在看不懂的 这种所谓的当代的艺术啊 就是说什么 这更好懂了 对 我们平常生活可能都是 雄规蹈矩的 一个套子 好比说我们要住在 这样一个房子里 我们要这样一个生活方式 但有些时候 你看到一个当代的 一个装置的一个艺术 他的意思 他说启门这个点在哪啊 就比如说 一件事情原来可以不寻 我们过去的套路来 他给一个启发 就是我们可以自由的想 我们可以自由的想 对吧 你不一定这个先吃饭再睡觉 你也可以先睡觉再吃饭 就是改变一些 原来世界是这样的 原来世界还可以 所以你比如说我就很感兴趣 他叫他 教他女儿 他做一种这个训练 就比如说这个桃子是飞机 对 是吧 那个这个 我用飞机刮斧子 六哥是马桶 不 六哥是冰箱 行吧 六哥是冰箱 对吧 我更喜欢马桶 对吧 这个这个 马桶干 比如说那个 这个灯光是外星人 对 是吧 这个 王羲之是块石头 是块砖头 我用灯光来上地 这是在干什么 这个其实是在制造隐喻 那么制造隐喻 就是在无关的事物之间 去搭建联想 但这个联想 有一些联想是胡说 但有一些联想就能够 接通某种 某种像是真相一样的东西 其实我们今天的日常语言 都是古代的诗歌 我们说这个 说这个 涛歌是个成功的 这个 这个 成功的马桶 登峰造极的艺人 主要是风凉 我们登峰造极 就默认等于成功 就其实 其实它是个隐喻 像是一个爬到了山顶 我们说我这里有个伤口 受伤的地方像一张嘴 这其实都是 曾经是诗歌 但是它今天沉淀进 我们的日常语言 我们不再觉得它是诗歌 你说我有个伤口 大家不觉得这么说美了 你说我堕入情网 大家不觉得你这句话美 这时候你就得创造新的隐喻嘛 说哎呀我这几天 我喜欢一个女孩子 我这几天好像一直在雾里面走一样 以后可能慢慢的这个词就被接受了 大家说我这几天它陷入了情雾了 就大家得去造新的东西才会感觉到美 这时候这个东西才能启示你 就是因为那种感觉是过去所有的词都描述不了的 所以要去创造这一个词来描述 对它说的好像就是当代艺术的另一种功能 就是启发人意想天开 你看现在做任何工作创意都非常的重要 可是我们现在会感觉到有些时候 哪怕是年轻人好像也是生活在一百年前 就它也是一个套子 所以你特别希望有一些方法 能够让他就说一个事也可以那么做 这样就有助于激发创意 这算是个社会功能吧 但是实际上就是你们刚才 我就说回到你们刚才两个讲的 咱们本来不是说这个审美吗 我们不要说的那么悬 可是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身边很多东西不美 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很需要美誉 或甚至说作为一个民族 现在很需要美誉 为什么我们心里就觉得 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好看难看 但这种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 但至少是发自内心的 这个你们两位怎么看 我觉得美这个事 可能是需要学习 然后需要去相互影响 比如说从文化的角度来讲的话 美可能是在文化的美 但是它不一定是文明的美 文化的美就是 每一个地区和一个局部的特色 这是文化 非洲的 中国的 中东的 它有它的特色 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你到文明的美 就要去掉这些共同的 这种特色的地方 变成互相之间能够流动的地方 流动的东西 所以它的文明的美和文化的美 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到底什么是美呢 局部它有共识吧 你看银行培养新入职的员工 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就是 得让这员工识别假币 原来的银行 那怎么识别假币呢 一种训练方法是 让他每天接触大量的真币 就不停的 就是上班八个小时 全部数钱 不停的数钱 不停的摸钱 摸惯了真币之后 摸出感觉来 再接触假币 它会不舒服 你这个说的好 这其实就是一种配比 就是当你接触了 大量的美的东西之后 你看到不美的东西 你会不舒服 但是反过来 当这个社会 或者当这个时代 推给你大量 不那么美的东西 你看多了 你看到美的东西 你这个我挺有感触的 当然我是外行 但是说实在的 现在我在周围 交往朋友圈当中 我有一个真实的感受 可能这正是我的狭隘 真实的感受 其实就像你们刚才一样 我碰见谁都觉得 挺好挺好 好美 对吧 让人高兴 你喜欢这个音乐 好极了 好好好 就是真是非常融通 什么都是美的 对啊 我理解你 非常尊重 对吧 可是呢 骨子里 这个骨子里怎么形容啊 你要是我弟弟 你要是我家人 我就跟你说真话 那就是垃圾 其实我特别好奇 因为徐雷老师 是我见过的 最随和的艺术家 嗯 艺术家一般洁癖 特别强大 对 所以我特别 就是您眼睛里 有没有让你不舒服的东西 那太多了 那你就像 比如说 我没有 我是觉得是这样 就是你比如说 刚才说的 对别人的一个 一个穿着衣服 嗯 我同意你穿成这样 对吧 我心里 我觉得赞美你 可以 但是我看了另外文涛 穿着这么好的品位的话 我是赞赏 我心里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哦 对吧 赞美和赞小 容忍跟赞美是不一样 对 容忍 你别人穿成这样子 你过去 他们还有人混搭呢 过去讽刺那种乡镇企业家 穿的上面西装 他们下面是球鞋 你现在不就这么穿吗 是变成时尚了吗 对不对 那当时那个时候是不和谐的 是不和谐的 所以我就觉得在 比如说 每个人穿衣服的时候 他有他的一个 实际上是品位的问题 对 美跟品位是有关系的 如果你就是穿 大牌的衣服 他可能作为一个 对美不太去 去把握的人 他就买大牌的衣服 大牌衣服 已经把你审美的东西 已经给你过滤好了 有设计师 对吧 有很多东西把你过滤好 你穿上去没问题的 但是有一个东西是不能撒谎的 你到他家去看 家 你去访问他家 他不在家 这个主人是个陌生人 你去访问他 主人并不在家 但是你看他周边的东西 你少一眼 你就能看出来 他的爱好 他的文化水准 他的品位 这个是一点不能撒谎的 因为你每天跟他朝夕相处 对吧 一看有时候 我是看着有这种 有人心里就像可惜 他穿着挺体面的 到他家一看 没法带 孰无可耐 完全就是你说 美和品位都不存在 他可能花了很多的钱 堆砌在那 但是他这个东西 在做的那个东西 是他自己主控的装潢 装饰 家里的那种城市 你就看了就是觉得 挺可惜的一件事 跟他的外表的东西 不对位 其实这叫一切东西 归根都是叫经济问题 但是这个经济 不是说 我非得腰缠万贯 我才是 才配谈经济 我觉得更叫 心里是不是个穷人 有的人他虽然很有钱 但他心里是个穷人 但有的人他可能穿的并不好 但是他 他就不穷 所以我一直喜欢一个词 叫酒瓶炸腹 酒瓶炸腹这个词 其实可以分开来说 酒瓶的人 是咱们 至少我觉得我们这 咱们都算同龄人 我们这代人从小到大经历的 常态 就是对物质 对空间 对各种东西充满了渴望 是吧 所以我记得 我那个当年去一个朋友家里 他们家的房子比较大 那会儿都倾在家里装一个吧台 就是弄得跟酒吧一样 对对对 是吧 现在好多家都内 对 然后呢 我还特别好奇 敲了敲那吧台 我说 你们家这吧台怎么不装抽屉 因为在我这种穷人看来 所有的空间必须得利用上 对吧 我就不能允许说 一个地儿它空着 它不装抽屉 要不我那东西往那放啊 就人家家房子大 人家就不需要抽屉 人家那吧台就是个吧台 就不需要抽屉 但是 对于一个空间没有那么 他就得想方设法 这装个抽屉 那装个橱棍 把一切空间都得用上 那你我们反过来说 我们看现在很多设计 对吧 所谓视觉蛮仔 是吧 视觉超仔 不就是一个酒瓶的人 对空间的那种珍惜感 我一切都要用上 空着我就不舒服 我就觉得这个闲着浪费了 它不就是这种设计理念造成 我接着你这个 我可以说到这个 我看过钱中书先生啊 他写一篇文章 他里边就讲雅语俗 你看谁都说别人俗 那么钱中书这篇文章 他就是反复提出了很多标准 何为雅何为俗 我最后看他也弄得很复杂 但是最后他似乎得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 他说似乎啊 比如说啊 如果你一个贵夫人 你一个手指头上戴了一个钻戒 这个看着也很合适 但是如果说你伸出手来 你五个手指都戴满了 似乎这个就跟俗有关 他就是一种 俗就是过祸 这是钱中书说的 那就是跟杰氏是有关系的 是不是这样说 我所理解的诈服 当一个人诈服之后 他一定要想方设法把所有的手指都戴在身上 因为他一定要提醒你 我有手势 九瓶之后 他对所有的东西都得用好 都得用上 诈服之后 我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挂上 我记得九十年代 那时候有了苹果电脑 那时候苹果电脑在设计那个我们 我们的书的时候 那时候一台苹果电脑是三万块钱 那时候北京回东贯的房子十几万一套 也就是说一台苹果电脑 大概就是一个房子的首付 当一个苹果电脑这么珍贵的时候 他用苹果电脑来设计书的时候 他一定要实时提醒你 我用的可是苹果电脑 所以你看那块设计的书 都没法看 就是随便一个书的页码 就是一个阿拉伯数字 他要给你倾斜立体 再勾个花边 所以你说的 他就是把所有的手势都挂在上 对了 我再给你升华一个这个精神上的 其实真的是谁都要美呢 要不就说臭美嘛 谁都要美的 有些时候不表现在 看得见摩托的衣服上 表现在聊天 你看啊 很多人聊天的时候就说 中央美院的那个院长 秋日杰 我哥们 对吧 徐类大画家 那我家里的画都是他送给我的 一个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生 对 这是欠我稿子 我的朋友胡适之 你发现没有 这也等于是往身上挂东西 对 他 你并不要说他俗 这是他的审美观 因为他觉得这样美 哦 我明白了我刚才这个问题的答案了 他一个不是美 就是 是一种炫耀的 他炫耀也基于他认为这是一种美 他以为包含美 他反正是一种价值 对 一种价值 他觉得我这样很美啊 那那个摇滚哥的电单车手身上的纹身 对对对 他觉得这样很美 你看 其实我不歧视这样的人的 你到他家 他要跟你说 你看我这个装修材料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呢 跟你坐下来谈话 要跟你讲我的社会关系 如何如何牛 我认为这也是他的一种臭美 一种美 至少他如果不认为这是美的 他不会跟你说 可是如果有一天 你不是这样的人了 你完成了一个蜕变 这个时候就会产生我最初说的 说这个人怎么这么俗气啊 对吧 你嘴上不说 你心里会觉得 这个人都是在跟你炫耀他的财富 炫耀他的人脉 炫耀他这个关系 这是你们审美观出现了差异了 所以你心里就觉得 他就这样 虽然你自己也未必多雅 但是你已经感觉到 就是 你看当我们理解了那个酒瓶炸腹之后 你忽然就发现好的设计就是 那个地方空着就空着吧 我只需要占这么一点就够了 我不用把它都填满 对 他就新的一种美学就出现了 你像乔布斯那个 是吧 就盘腿吧 一光板地上一坐 他就不用挂那么多东西了 这确实是 但是就是 我还是觉得 就说这个 这个没有什么规律 你比如说穿衣服啊 我记得我最早比较土的时候 刘哥 您现在 难道不土吗 这是你的主场 不是 我也是好衣服 做节目的时候都穿出来 我就是说 我最早学就是说 这个黑皮鞋啊 我们往往 我们的父辈啊 最早穿西装的时候 这个黑皮鞋配这个浅色的袜子 白袜子 其实这个到底是美还是丑 可是我不得不在这个上面 确实发现了 审美是会内化的 所以从最早 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不适应 但是你看我到今天 如果看到有人这么穿啊 我就会觉得 哎呀 这怎么穿一身黑西装 露出个白袜子 对吧 你就知道穿暗色的袜子 那我该最早呢 就是觉得穿西装 黑皮鞋就百搭 对吧 就是你穿黑皮鞋就能够配 后来我慢慢跟我看外国人呢 我说哎 我发现他们经常的 深灰色的裤子吧 他一定要配一个咖啡色的 棕色的皮鞋 哎 你看 我学了这一手之后呢 慢慢慢慢我就觉得 这真是好看呢 为什么 但是这是为什么 深蓝色或者深灰色的这个裤子 穿上一个咖啡色的这个皮鞋 看着他就是 现在我觉得看着就是比那个 黑色的皮鞋 好像看着怎么说呢 舒服 愉悦 您能解释我这种审美心理的变化 或者说他有合理性吗 他有时候就会 会反过来来 变成一个 一个你认为熟的东西 我就把强调这种熟 他变成一个零零时尚的东西 那你麦克尔基克逊不是黑皮鞋 穿个白袜子吗 对吧 他也没有 所以这个真是 我看到一个 你看藏族 我们一说这个雪域高原 都是那种白色蓝色黄色 对比特别鲜明 特别醒目的那个颜色 但是我看到一篇文章 藏族的贵族怎么穿衣服 他们是红上有更暗的红 他不会说红上给你绣一个黄 给你绣一个蓝 那就是这种很高级的一种色彩 所以美肯定是跟微妙有关 除了韵力 跟复杂性有关 但是复杂性有时候会 跟精巧有关 但精巧有时候变复杂 变繁琐 所以就会反普归真 就又会翻回来 但是通常会跟精巧有关 精巧也就跟难度有关 跟困难 那也不一定啊 你非洲做了一个凳子 很漂亮 我觉得它 它不一定就是做的是那种 我们认为的黄花梨 做的那种精巧的 对 所以那个就 你今天觉得它 那个就是反普归真 这是瓦比萨比 日本人 我们宋词做成那样的 日本人开始喜欢这个 哭寒的 缠的 操的 开始喜欢 这个是反过来去追求野趣 那是先有了亚之后 才会开始追求这个野趣 但是在从无到有的 那个过程中 它是往复杂性走的 它是往精巧 严谨 困难 往难度里面走的 我们看 我忍不住要反驳您了 我们 因为我是文字工作者 你看啊 这个 李后主 他们这个父子俩人 你看李景的词 他就是您所说的复杂 和这个 雕琢也好 对吧 细雨梦回 鸡色远 小楼吹彻 欲生寒 但是你看到了 李玉这里 林花卸了唇红 太匆匆 无奈 周来寒语 晚来风 对啊 那您说 这个李玉这个词 应该说小学生就能看明白 李景的词 肯定是中学生才能看明白 但是你说这两个哪个 他就是这样一轮一轮的来呀 就是 繁琐到头 然后就会有人搞反普归真 再繁琐了 再繁普归真 反正我这个确实 你看我们也有很多家长说 你们为什么不出 因为说中文能不能做那个分级阅读 对吧 小学生认简单的字 就像这个四个字母的单词一样 再大一点的读 十几个字母的单词 认更复杂的字 你后来发现这个很难 不行 对 你看 杜普的古今第一期律 对吧 无边落幕萧萧下 不进长江捆滚栏 他以后艰难苦恨凡双病 那这个听起来肯定是很难的 对吧 也很棒的期律 但是你说他就比军部剑 黄河之水天上栏更高级吗 这个是 这个很有意思 我觉得是 他这个是审美啊 或者是讲断位啊 就像那个一代宗师里面讲的 第一要见自我 然后第二见天地 第三 你讲的这一段 就是见众生 见众生是最难的 你是妇虏今生的那一种 它是最难的 它已经把这个过去 你的自我的建立 和你天地之间的建立 到见众生 那个等级就完全不一样 你讲这个断位啊 就我觉得确实美啊 它是分这个圈层的 可是必然的 人又有一种 怎么说呢 不满足的本性 就像您说的 你 比如说你 你一直在林王熙之 你林够了呢 你总觉得 在想试一试 颜真卿 或者在想 试一试 这个董奇昌 就是 你会有一种不满足 有的时候 在审美方面的 这种不满足啊 就使得这个 出现了某一个门当中的 您说的这个断位 没有他们喝普尔茶都是 喝喝喝喝喝 比诗炼 就越喝越高 越喝越高 比诗炼肯定是 都是反普归真 最高级 就是因为中国古代的 雅和古是连在一起的 古雅 太时髦的东西 一般都没 都不行嘛 时俗嘛 时髦就是俗 雅就是古 所以呢 你喜欢隶书 就没有喜欢甲骨文牛嘛 这里面当然有彼此 连着你 那你表示喜欢 这个 这个李白 那我直铺诗巾去的 我必须得喜欢诗巾 屈炎都不能看 那他还是古跟亚连在一起 那老邱 那这个问题 我问您 因为问过徐类老师 比如说 从艺术史上来说 先有达芬奇 再有伦伯郎 再有什么毕加索 再有康定斯基 但是现在我们是 一眼纵观艺术史 那一个人 先看了会儿达芬奇 又看了会儿康定斯基 又看了会儿伦伯朗 又看了会儿 毕加索 马利斯 他会不会神经错乱 不会 我是可以看得出 他问题的演变 他们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游戏 他就是另一个游戏 这个是一个游戏 就算你不能拿你气杯 跟槐树来比 那他们之间就没高下 虽然都属于书法使 但是他其实是不同的游戏 有一个游戏叫制造幻觉 有一个游戏叫画得爽 那是挺不一样的游戏 那都叫绘画 那么在制造幻觉那件事情 在当时拉菲尔的米卡丘 他们就是干到顶点了 然后制造幻觉 这个游戏结束了 下面我们要画得爽 要表现之物 已经 卢伯郎 他已经没那么重视 制造幻觉了 他其实是挺不同的游戏 或者印象派 他也没有那么关心 给你带来 虽然他很视觉 很视网膜 扶 让 诔